招混记 宋家这三个月以来 已经连续死了四个人 每个人都死得很蹊跷 这村里人都说 他家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 如果不解决 剩下的人也会依次死去 这宋远山没办法 只好请来村里的李云才 做招混记 谁了 那素有本事的李云才 却在招混记之后 吓得面色如土 这宋远山啊 你家这事 这次麻烦了 你相信招混记吗 这是北方地区 一种特殊的民俗祭典 跟电影里不同的是啊 这古老的仪式 其实很少用在活人身上 而是需要通过某种媒介 和种种的布置 以此来达到跟死去之人 沟通的目的 李云才接过我递上来的烟 狠狠地吸了一口 你想了解这招混记啊 李云才听了我的来意 这满是沟壑的脸上 充满玩味的笑意 我叫陆华 是一名民俗研究者 这次就是特地过来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招混记的 李云才文言 吐了口唾沫 一把拎起地上的背包 你来得真是时候 走吧 我带你去见识一下 怎么跟这死人说话的 当我到了宋家的时候 我就立马感受到一股 莫名诡异的气氛 这去世的人 叫做宋守义 是宋家这三个月来死的 第四个了 之前死的三个人 分别是宋守义的大儿子 大儿媳妇和老伴 每个人都死得很是蹊跷 都是前一天 感觉浑身没力气 第二天一早 就被人发现死在被窝里 在这农村啊 短时间内死很多人 这可是一种很大的机会 村里人就都猜测 说这宋家 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 要不解决的话 宋家剩下的人 也会挨个去死 因此宋守义的小儿子宋远山 这就找上绿云才 我看着院中央摆着的棺材 不由得眼角微微的一条 就在这棺材的最前方 竖着一个身穿黑衣的稻草人 漆黑的稻草人和暗红色的棺材 这两种颜色冲击给我一种说不出的诡异感 而且就跟平常田地里见到的稻草人不一样 这个稻草人非但是高度跟一般人差不多 脸上甚至还画着五官 那嘴角微微的上扬 就好像在咧着嘴笑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幽黑的小伙子和一个妇人走过来 看他神色暗淡 脸上还有泪痕 想必跟死者的关系匪浅 那这是宋老头的二儿子宋远山 旁边那个就是他媳妇 王玲 李云彩小声地跟我介绍 哎呦 李大爷 您来了 宋远山几步走过来 给我和李云彩点了一根烟 哎呦 李大爷 今天就是偷妻了 晚上我爸这儿就让您多费费心了 放心吧 我跟你爸这认识几十年了 你们家的事我一定是用心办 你晚上吃完饭了 你就把家里人都赶出去 留你一个儿行吗 哦 好嘞 宋远山点了点头 对了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李云彩在自己满是补丁的 破包里搜索一阵 突然抬头问道 哦 这金银纸薄 铝树条都已经弄好了 黑狗就在外边拴着 就按您的吩咐 天一黑 我就把这狗杀了 行 李云彩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这包里掏出来一个罗盘 顺着院墙就开始一点点地走 我这满心疑惑地跟在他后边 这李云彩走的壳很奇怪 他向前走九步之后 就一定会向后退一步 每次退后的时候 都会在墙上用粉笔画一道杠 您这是在干什么 我不解的问道 给死人开门 给活人留条路 这李云彩一边说着我根本就不理解的话 突然停下脚步 今儿晚上 你就坐在鸡窝门口 要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你就把小米儿扔进鸡窝里 把公鸡弄得叫起来 我接过小米 我就想起这港片里的情节 有点尴尬地笑了一下 不是 咋着 今儿晚上还有僵尸活过来不成 你没见过 那颗不意味着就不存在 李云彩看着我 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怎么 您老陷过呀 李云彩也没回答 只是轻笑了一声 创神弄鬼 我在心里边暗暗地说了一句 但还是听她的话 把这小米儿收起来 夜里 冷嗖嗖的 我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棺材 心里不由得 有点胆颤 作为无神论者 我是从不相信世界上有鬼 可是这大晚上坐在棺材旁边 还是有点不自在 我在心里嘲笑着自己胆小 目光却放在棺材前的稻草人上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就觉得这稻草人好像在看着自己 稻草人的脸上画着嘴角 微微地弯起 那好像就在咧着嘴朝着我笑一样 突然 我就好像受到什么牵引 缓缓地站起来 走到稻草人跟前 我这心里边就冒出一个念头 这稻草人里边 他会不会是有一个活人 我的手缓缓地放在稻草人的肩膀上 一股良意传扁周身 你在干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这脑海就好像被针扎了一下 猛地回过身来 我 我 此时的我就像一只受惊的猫 一股良意从脚下窜到头顶 这头皮都麻起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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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草人好像在对着我笑 撇胡说八道了 李云才皱了皱眉头 那 现在这招魂还没开始呢 稻草人怎么对着你笑啊 是不是大晚上一个人在这儿害怕呀 产生幻觉了吧 这李云才一边取笑我 一边把那三根香插在棺材前面 那黑狗血弄好了吗 李云才大叫着 哎 好了 这不一会儿啊 纵远山就跑进来 只见他手里端着一个铁盆 里边装满鲜红的狗血 还没到跟前 我已经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行为 这让我不由得作悟 小伙子 你不是一直想了解这招魂的仪式吗 接下来 你快看仔细了 这李云才一边说着 一边把狗血盆子放在稻草人的脚边 然后拿起一个榆树枝子 沾着狗血就在稻草人的额头和太阳穴 总共画了三条红色印记 然后他端着狗血盆子放在棺材底下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这口棺材下边有几根大杠子抬着 竟然是标准轻人的狗血盆子 这半天 这半天似乎才找准合适的位置 最后他站起来 从一旁拿起了一张毛茸茸的黑狗皮 呵呵 这还真是个好皮子 李云才感慨了一声 随即把狗皮披在稻草人的肩膀上 用一根沾着狗血的红线 就把这狗皮牢牢地缝住 最后李云才把三个沾着狗血的榆树枝子 就好像戏台上将军背后插的那旗子一样 塞进稻草人后背的狗皮中 头顶三个红色印记 一身黑色糖妆 背后还披着一张狗皮 三个榆树条随风地摇摆 嘴角还画着咧嘴微笑的样子 我看着稻草人这副诡异的模样 从心底就涌起了一股凉气 哎呦 好了 不止完了 李云才拍了拍手 长舒了一口气 为什么要弄这么多东西啊 现在我终于可以问出心里的疑惑 李云才解释道 这阴魂还阳 是生死禁忌啊 那可不是说想负在谁身上都行 按理来说呢 只有身上具有脱鲜骨的人 才能承受别人的灵魂 脱鲜骨 那是什么 通常啊 人只有206块骨头 可是拥有脱鲜骨的人 这额头上就多着一块骨头 但是这种人少见啊 出马签和灵魅就都是这样的人 你 你这意思是 招魂需要找有脱鲜骨的人做媒介 这下我似乎明白李云才的意思了 按道理来说 是的 但是一来呢 有脱鲜骨的人可不好找 二来 这种丧事人家也不愿意来呀 所以我就只能扎一个稻草人 当做灵魂的媒介 我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这个诡异的稻草人 那 那你这又是狗血 又是狗皮的 这有什么讲究啊 这稻草人呐 额头上的三点印记 这是稻草人身上做的一个假的脱鲜骨 用来承载阴魂 虞树主阴呢 帮助阴魂固定在稻草人身上 至于这黑狗血 黑狗皮子 则担心有其他的东西出来捣乱 做一个辟邪的防备 其他东西啊 那 那你辟邪 不会把尿招的魂给逼走吗 当然不 不会 这林才自信的指了指稻草人身上的唐装 啊 这衣服呀 就是送手一生前喘的 有这衣服啊 就不怕他上不了稻草人的身 我文言不由的一阵语色 这种脱离科学的说法 怎么听我都觉得不靠谱 当然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习俗 却在农村里大行其道 而且似乎这每个步骤还都挺严谨的 让人不得不信 不过呀 就在这个时候 李云才似乎有点犹豫地说了一句 不 不过是吗 不过 今儿晚上 我就担心 不会这么简单 不简单 这是什么意思呀 李云才指了指天上 眉头紧皱 月亮发毛 鬼门不牢啊 你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李云才说着 看了看自己手腕处斑驳的手表 十一点了 可以开始了 我就连忙按照李云才的指示 站到不远处的鸡窝门口 宋远山则是披麻带笑 跪在稻草人的面前 李云才点了三只香 在棺材前点燃纸材 口中不断地嘟囔 属有年轮 人有鬼魂 荒泉路上有荒坟 来往他鬼柴不要挡 手撑的底线开开门 今儿啊 是送手艺投气灰魂 你把他给放过来 本家有话要问问 这点纸权大家拿去花去 剩下的也给本家留一点 宋家自己的事 这过路的也别来凑热闹 就让宋手艺自己回来吧 我这站在不远处 仔细地看着眼前的招魂仪式 这跟港片电影里那种又是画幅 又是蹦蹦跳跳的 完全不一样 真正的招魂仪式 简单地让我觉得有点假 除了之前布置好的东西 就只有李云才一个人跪在底上 一边烧钱 一边念叨 就这样 一直持续了几分钟 我就发觉 李云才的声音越来越低 而且说出的话 也是越来越模糊不清 甚至隐隐地带着一些哭腔 这种诡异的声调 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十分的渗人 不多时 李云才跪在地上猛地挺着身子 不住地颤抖 那副样子就好像中了剧毒在抽搐 那宋远山在他一边也是吓了一跳 忽然李云才的身子停下来 那个诡异的声调也是假然而止 来的是谁啊 我发誓啊 这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没有感情的声音 那声音并冷的 就好像石头 带着淡漠一切的语调 这是从李云才的口中发出的 可是他说话的对象 竟然就是棺材之前的稻草人 我诧异地看着稻草人 这一刻似乎我也在希望见证奇迹 能看到稻草人张嘴说话 可是我失望了 这稻草人没任何的反应 这根本就是一个死物而已 不过李云才却好像能听到什么声音一样 继续发出那种毫无感情的欲调 来的就是宋手艺啊 问家客头 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吧 这宋远山显然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愣了一下 急忙磕了三个响头 我 我 我就想问问 我们家最近这几个月死了四个人了 到底什么事啊 李云才此时已经盘腿坐在地上 跟这稻草人面对面 就在宋远山问完话之后 他好像在听什么人说话 不时地点着头 有时还会看向宋远山两眼 这跟我预想的招魂仪式可是完全不同 眼前这一幕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李云才跟一个稻草人说话 如果白天见到这一幕 我一定会想这他们是个神经病吧 但是此时 这诡异的场景 诡异的语调 就让我不寒而离 甚至我这觉得双腿都在哆嗦 不对 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李云才宛如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声音猛地尖锐起来 这股有些凌厉的声音 在黑夜中好似一柄剪刀 穿透我的耳膜 与此同时 我突然感觉眼前一黑 这月光竟然一下子消失了 我猛地抬头 只见没有半片云彩的夜空中 本来就模糊的毛月亮 竟然一下子消失了 这脱离我认知的一幕 可把我吓了一大条 就在下一秒 一股狂风平地而起 直接将地上正在烧的纸钱卷起来 静直地就飞向稻草人 这时 李云才一声尖叫 那身子直接弹起来 不像火苗 咣当一声 又是一股狂风直接吹开宋家的大门 这股风大得离谱 那差点把我都给吹倒了 差一之间 狂风席卷遮住棺材的凉棚 直接把棚子给撕裂 几根棚子的凉木狠狠地砸在棺材上 此时火苗已经飞到稻草人身上 这李云才就好像发狂一样 他一下扑倒稻草人 竟然用自己的身体压灭火苗 这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 我好像听到稻草人发出一声凌厉的惨叫声 这声惨叫好像是人声 又像是某种动物 好像在我耳边乍响 但是又有些模模糊糊 虚无 飘渺 这一刻 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幻觉 还愣着干什么 脚筋啊 突然 李云才朝着我一声的怒吼 把我从迷茫中拉了回来 我这慌乱的一把打开机窝门 把手里的米直接扔进去 一声嘹亮的攻击叫声 响彻整个黑夜 你说来也奇怪啊 攻击叫声响起 这股狂风竟然瞬间就消灭下去 下一瞬间 我的眼前一亮 天上的月亮也是恢复了原状 我呆呆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李云才则是松了一口气 扶正稻草人 看着眼前凌乱的灵棚 妈的妈的得亏是留了后路啊 宋远山啊 你家这事得做麻烦了 这宋远山也是个老实的庄家人 此时语气都带着哭腔了 哎呦 李大爷 这这怎么回事啊 我一人凑上来 想听听这李云才的解释 哎呦 你们来看吧 我就顺着李云才指的方向 我看到这棺材下边的黑狗血盆 此时这盆里的狗血变得漆黑无比 与之前鲜艳的红色有着天壤之别 我去 这 这什么原理啊 我疑惑地问道 这黑狗血啊 嘴实辟邪 可一旦被阴气污染 就会变成黑色 这明显有不干净的东西来过呀 这东西啊 想进入棺材 可一脚踩在黑狗血了 这才没得逞 说到这儿 李云才对着我说道 喂 你要是不信的话 你顺着围墙边啊 你看看我那白天画的盖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我将信将疑地走到墙边 就在走到第三个印记的时候 赫然看见 这地上有半个巴掌大小的血脚印 这是脚印 可是怎么这么小啊 我不解地问道 等你死了之后 你的脚也这么小 李云才回了一句 此时已经帮着宋远山 把灵棚重新搭起来 宋远山这会儿也是有点惊魂未定 脸色苍白 那个李大爷 你说我家这事麻烦了 这什么意思呀 我问你啊 你们家 是不是前几个月弄了几只狐狸啊 宋远山点点头 哦 是啊 因为我们家在山上围了一个散养的柴鸡院子 但是这里边的鸡就经常被山下的野猪祸害 所以我大哥就上山上搞了几个陷阱 结果野猪没弄着 反倒是弄死几只小狐狸 哦 一狗弄死几只啊 要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七只 这当时我还说我哥呢 你这属于把他们一家连锅断了 那就是了 你们家这种情况啊 就是胡心作祟 这要是不破了这个傻 你们家还得死三个人 是什么 这宋远山文言脸色苍白 毕竟现在老宋家就剩下他们夫妻和一个儿子了 这如果再死三个 那可以说这宋家算是灭了门了 哎呦 李大爷 你可得救救我呀 李云才文言默不作声 似乎是在想着什么 宋远山一见李云才不说话了 这心里边顿时慌起来 哎呦 李大爷 只要能救我全家的性命 你让我花多少钱都行 求求你了 李云才叹了口气 哎 你别太着急了 这事虽说麻烦 那也不是不能解决的 现在这胡心啊 就是想尽你爸的尸体 来祸害你们家 这样吧 明儿你就把你爸的尸体处理了 可千万别下葬啊 而是火化掉 之后呢 我再教你把这胡心给供起来 应该就没事了 好 宋远山赶忙从这兜里掏出一千块钱 塞到李云才的手里 那啥 李大爷 咱一个村的也不是外人 这钱你先拿着 只要能保证我家没事 这后边我含有重谢 李云才也不推辞 就把钱装进包里 嗯 你今儿晚上也辛苦了 早点休息 我明天给你带一尊佛像 你供着吧 也能保家镇宅 哎 好 这宋远山苦涩地点点头 这毕竟谁家碰成这事了 也很难忘怀 李云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咱们走吧 怎么 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这李云才看我一路上也不说话 递过来一根烟 呃 我现在想起我听到的那特别凄惨的叫声 我心里边觉得挺别扭 李云才文言神色目的一变 满身诧异地看着我 你说 你听到稻草人在叫 我这一脸疑惑 怎么 你 您没听到吗 呃 大概是你今儿晚上压力太大 产生幻觉了吧 这我们俩人说话间 就已经走到我老姨家的门口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呃 那李 李大爷 我先回去睡觉了 这农村的晚上 本来有一种舒适的田径 可是此时我这心里 却对这种估计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只要我一闭上眼 稻草人那张诡异的笑脸就会出现在脑海中 我强行清空自己的脑袋 躺在炕上 模模糊糊地进入梦乡 但谁半醒之间 突然我就感觉脸上传来一股湿热的感觉 别闹 这此时的我 还以为是在自个儿家里 是我养的狗在打扰我睡觉了 我挥了挥手 就像把狗赶走 不过这脸上的湿润感 有增无减 甚至我已经感觉到舌头在舔我的嘴唇了 哎呀 烦死了 我叫了一声 狠狠地就打出一拳 这突然间就一声吼叫在我耳边乍响 睡梦中的我吓了一个哆嗦 整个人就像弹簧一样瞬间跳起来 起来的一瞬 有一个黑影从这炕上一下跳到窗户上 目露熏光 口中还发出一声声的低吼 这竟然是一只黑色的大猫 我心里边稍稍安静一下 这猫我白天的时候见过 这是周围的流浪猫 我从旁边的书包里就拿出一根火腿肠 打算逗一逗黑猫 但是我刚往前走一步 突然这黑猫就仿佛受到巨大的惊吓 半攻起身子 在月光下身上的猫毛都竖起来 口中不断地发出审人的叫声 对着我不住地低吼 要说得更准确些 你是对着我身后不住地低吼 我这心嗓服就停掉了一样 虽然是没有回头 可我就感觉那身后好像站着一个人 一股良意从我的屁股直达头顶 我这吓得竟然不敢回头了 喵的一声 黑猫声调瞬间提高几分 然后一下子跳进院子里 迅速地消失在黑暗 这一瞬间 整个屋子静下来 就只剩下我和身后的人 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半嗓之后 我缓缓地掉过头 这眼前的一幕 让我心肺骤停 这就在离我不足半米的地方 一个一人多高的稻草人 赫然地就站在那儿 漆黑的躺装 诡异的笑容 一双用笔画出来的眼睛 宛如地狱般的阴冷 死死地注视着我 这竟然是竖在宋首义棺材前的 那个稻草人 这是一阵笑声 从稻草人的身上发出来 这次我确定 听得一清二楚 绝对是稻草人在笑 我啊的尖叫一声 就连鞋和衣服都顾不上穿 一把拉开窗户 直接就跳下来 直奔李云才的家跑去 我这时发了疯一般的跑 我们都住在同一个村子 大约就几百米的距离 大概几分钟 我就跑到李云才的家门口 就在我要敲门的瞬间 突然一股争吵声传入耳朵里 刹那之间我竟然一下冷静下来 虽然还是满心的恐惧 但是我没有立刻敲门 而是躲在李云才的墙边的羊圈旁边 踩着墙头 朝里边看去 这令我疑惑的是啊 李云才是村里有名的光棍 这家里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其他人呢 我就趴在墙头 顺着灯光看去 这屋里是阴影灼灼 站着两个人影 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叫陆华的人去啊 你不怕他上城里把咱们的事写出来啊 到时候发出来被警察看到了 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你疯了是吧 这说话的呀 是一个女人 听这声音有点熟悉 可是一时我又想不起来在哪儿听到过 你懂个屁呀 老宋家死了四个人了 警察早就注意到了 我把这小子带着 让他全程看这招魂仪式 这他日后久而写出文章来 也只会说是有胡仙所命 这才能洗清咱们的嫌疑呢 知道 李云才这声音响起 讲话的内容却让我极被发凉 那个女人听到李云才的解释 声音反倒是更大了 你这样放屁呢 咱们可是说好了 今儿晚上就让宋远山 把老头的尸体火化掉 你怎么不照办呢 而让他拖到明天 你就不怕夜长梦多呀 这李云才微微苦涩地说道 哎呦你别说呀 今儿晚上还真是挺邪乎的 那我招魂的时候吧 就是真的感觉送手艺的鬼魂回来了 而且那个叫陆华的小子 他也听到稻草人的叫声 所以我担心出问题啊 才临时把火花改在明天 这女子文言顿时大怒起来 你他妈就给我放屁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那装神弄鬼啊 那我问你 你凭什么和宋远山说 我们家还得死三个人啊 你是不是想我和我儿子也死啊 这样就没人知道你干的事了是吧 这女子的声音越来越大 李云才一人终于发起怒来 不是你不要胡叫蛮禅行吗 这是你自己想霸占宋家的财产 所以下毒害死你公公婆婆和大哥大嫂 还让我用障眼法证明胡先所命 之后继承完遗产咱俩再弄死宋远山 你就嫁给我 咋着啊 你头发只是后悔了 我这听到李云才的话 心里边突然引惊 我终于想起来这个女人的声音到底是谁 这屋里的人竟然是白天我见到的 宋远山的妻子王玲 就在我满心诧异的时候 屋里的两个人却是越吵越激烈 突然我就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 最后王玲从屋子里快速地跑出来 而身后李云才也是怒吼着冲了出来 这俩人顿时就在院子里撕打在一起 见此清醒我赶忙从墙上缩下来 这事发展到这一步 可是我从没想到过的 原来这一场招魂的仪式竟然是俩人谋财害命的阴谋 如果被李云才发现我听到他们说的话了 这不被杀人灭口估计是不可能的 我就赶忙从墙上爬下来 想要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听到羊圈里边传出一阵嗡嗡的声音 那就类似于密封阵赤的声音 但却更加的低沉 我轻轻地走到羊圈旁边 只见这几十只羊围在羊圈的最中间 好像被命令一样围成一个圆圈 而在这圆圈的最中心 那竟然是一个人头 这人头的口中不住地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竟然也像一个圆圈一样不停地旋转着 突然人头猛地停下 一双眼睛正好跟我对上 这 这个脑袋 我心肺骤停 眼前人头的五官模样 就跟我白天看到的宋首义的照片一模一样 这人头看到我的下一刻 突然变得面目猙獰 好像发狂一样 直接嚎叫一声 平地飞起 就朝着我咬了过来 这人头迎面而来 我是一声的尖叫 心里防线彻底崩溃了 也顾不上自己是否被林才发现 直接跳起来 逃回到老姨的家里 不过我这没敢进屋呀 而是躲在外面的柴火垛里 一来是怕屋里的稻草人 二来是怕李云才追过来 藏在柴火垛里的我 就连大气都不敢出 锁在一个窝里瑟瑟地发倒 生怕这从哪儿再蹦出个什么东西来 毕竟今天晚上这发生的一切 已经比我二十多年的经历都多了 就这样 又经又困的情况下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喂 醒醒 这迷迷糊糊之间 我就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推我 我吓得一个机灵 慌张地醒过来 哎哟 你这人怎么了 这推我的人也被我的反应吓了一条 急忙把我按住 这时我才看清楚 天色已经大亮 而这推行我的人 正是我老姨家的邻居 李二婶 二婶啊 我终于见着活人了 这李二婶被我弄得一头雾水 连忙拍了拍我 那孩子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这么冷的天 你也不穿点衣服呀 我 我不敢进屋 我这屋里闹鬼 李二婶闻言 神色微变 哎哟 看把这孩子吓得 没事了 这样吧 你先来我家里 找件衣服穿 再这样非感冒不行啊 我这哆哆嗦嗦地进了屋子 喝了一大碗热汤 李二婶给我披上一件厚一点的衣服 问道 你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刚想说话呢 突然门外李二婶的丈夫神色匆匆地跑进来 我去这他妈出事了 村东头李云才家出事了 怎么了 就是早上啊 李云才被人发现死在家里边了 那开膛破肚的 连人头都被窃下来 扔在羊圈里了 我这顿时语色 脑子里顿时浮现出昨晚在羊圈里看到的送手艺的人头 这 这 这是 厉鬼锁命 一定是 我口中喃喃自语 然后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 那 宋远山的媳妇在哪 这李二婶夫妇都是脸色茫然 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提起这个人 就在这时 宋远山恰好从外边跑进来 二婶 有没有看见我老婆 二婶看了我一眼 摇头 没有啊 这 咋着了 这 昨晚上他出去就一直没回来 找了一大圈里也没找找 我的手哆嗦起来 脑中不断地闪现出昨晚的一切 我去这儿有鬼啊 一定有鬼 这村子不能呆了 必须赶紧走 什么谋财害命 什么招魂仪式 现在都不重要了 现在的我就想赶紧离开这个诡异的村子 为了把我的东西拿回来 我从李二叔家出来 壮着胆子进入老姨的房子 这房子里十分的安静 没有猫 也没有稻草人 除了我昨晚跳出去 撞破了玻璃 没有任何的异常 甚至这地上就连一丁点稻草都没有 似乎昨儿晚上我遇到的一切都是幻觉一样 我也顾不得想太多 连忙拿起东西 慌慌张张地出了门 这出门的瞬间 我就远远地看到一群人聚在李云才家里 这会不会就是亡灵杀了李云才 然后畏罪潜逃呢 我这心里就蹦出这么一个想法 可是很快就抛住脑后 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背起包头也不回地就走出村子 我老姨家的这个村子还是比较偏僻的 想要出门就必须沿着山路 走上十几里地到镇上 这已经是深秋了 空气中不时地传来一阵阵凉意 这整个山路上空无一人 甚至寂静的就连鸟叫都没有 虽然是白天 但是这股寂静让我不由地害怕 这一路上冻张希望 生怕从这草里窜出什么诡异的东西 反过这个山头就能到镇上了 可是我最怕的就是这里 我看着不远处的小山坳 不由得紧张起来 因为这个山坳里 就是村子里有名的乱葬岗 这儿起码有几十座无主的坟 甚至我刚一进村子 就听李云才说过这里闹鬼 但是去镇上这儿就是比经之路 我咬了咬牙 强忍住心中的恐惧 闷着头就往前走 这突然我耳边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 这笑声很轻 可是无异于在我耳边乍响 吓得我一哆嗦连忙向着四处看去 但是周围空荡荡的 哪有半个人的影子 谁 谁在哪 我颤颤巍巍地问道 可回答我的只有风声 这一定是幻听吧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闭着眼睛就往前猛跑 然而就在这个瞬间 一个女人的声音再度传来 陆华 这女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不敢睁眼 假装没听到 脚下又快了几分 陆华 女人再度叫了我一声 可是这声音却小了一丝 我立马想起来 前几天李云才跟我说过的话 你啊 在空无一人的郊区 要是听到有人叫你名字了 第一时间不要答应 因为那叫你的不一定是人 也有可能是鬼叫魂 只要你一答应啊 就很难活下来了 这鬼叫魂和人叫人不同 你如果是人叫人 第一句话你不答应 他一定提高音点 可是这鬼的音点 那就会越来越小 只要过了三事 鬼就不会叫了 我这想到这儿啊 我就更不敢答应了 不管不顾的就往前跑 陆华 忽然这第三声鬼叫 竟然在我耳边响起 细弱油丝的声音传来 我的耳朵甚至能感觉到 说话的凉气 这突然间 我就猛地撞到一个东西上 十分的坚硬 这撞得我胸口疼 我不由得睁开眼 只见我面前竟然就是一个 胸口高的墓碑 不是 我这竟然是跑到乱葬缸里来了 惊恶之余 我缓缓地转过头 看向声音发出来的一侧 只见一个人头飘荡在空中 下边没有身体 眼窝深陷着 竟然连眼球都没有 咧着嘴 朝着我咯咯地直笑 这副样貌 这不正是宋远山的妻子 王陵吗 我一声尖叫 随即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深黑 我睁开眼 只看到自己躺在一处 简陋的木屋里 旁边蹲着一个大黄狗 捡我醒过来 起身跑了出去 随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 推门走进来 哟 你醒了 你儿够厉害的 竟然躺在乱葬缸里睡了 咋着啊 这是闲家里的床不舒坦呢 这老头看起来挺可爱的 也有点风趣 他递给我一杯水 打趣地说道 你 你是谁啊 你是这个村子的吗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哼 我叫胡琪 是村里的寻山员 平常就一个人住在山里 我看你也不是村里人啊 没见过我正常 啊 我是来村里玩的 我老姨父叫李端 你知道吗 这胡琪想了一下 好像突然想起来 哦 原来是他呀 哦 真是 前些年儿没少来山里 不过倒是好多年没见过了 我还记得呢 他脸上有一块黑质 听胡琪这么说 我心里也是稍稍的安定 能说出我老姨父的样子 这说明确实是村里人无疑 哎呦 您知道吗 我今儿遇到鬼了 可吓死我了 哎呦 一天天的竟胡说了 老头 我在这儿活了几十年了 那鬼故事听了不少 可鬼影子都没见着半个 不是 看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还信这东西啊 我不由的语速 其实如果是别人跟我说这事 我八成也是不相信的 胡琪见我精神恍惚 笑着说道 啊 不过啊 我今儿听说这村子里有人死了 好像连警察都来了 啊 对 他们死就是厉鬼所命 真的 你得相信我 哪儿那么多厉鬼啊 就算真的有鬼啊 妖的 你也不是全都没事干 害人玩啊 再这说了 老头子我相信你管什么用啊 就你一个外来的人 你得让警察相信你啊 这村里今儿死了人 你就想离开啊 这 我觉得呀 你还得好好的想想 怎么跟警察解释 听了胡起的话 我不由的惊出一身的冷汗 这之前由于害怕 就想着赶紧离开村子 可是现在经过胡起一说 自己如果真的走了 你岂不是就得成为杀人嫌疑犯了 那 那我该怎么办啊 此时我这时心暖如麻 没了半点方寸 我看你也不像坏人 既然没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 回村子家 对这警察有啥说啥呗 哦 对 你说的对 我想了一下 随机站起来 不行 我得回去 我现在就回去 不用急 都这么晚了 你这回去 警察也不在了 更何况 我这老头子 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跟人说话了 今儿晚上 你陪陪我 啊 怎么 平常没人过来这边吗 哦 这地方偏呢 基本上是没人来 就算偶尔碰到人了 也没啥说话的机会啊 你比如 昨天晚上我起夜 我就看到宋首义家的二小子媳妇 从这边往镇上走 我跟她说话 她是一句也没搭理我 后来我上完厕所 回来又看着宋首义的小儿子 我何解 这两口子吵架追媳妇呢 自然也不敢拉着她说话了 什么 我猛地瞪大眼睛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深情 要是按照这老头说的 那昨天晚上宋远山 就已经知道老婆失踪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早上 又满村子找人呢 我这心里啊 就突然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随即一把拉住呼起 胡大说 明天早上 你能陪我去一趟乱丧纲吗 哦 去乱丧纲干嘛呀 你不是害怕吗 白天应该好一点 而且我觉得 要是我不去乱丧纲 我回到村子里 就会被当作杀人犯了 这是我更害怕的 哦 好 你先休息吧 明天早上我陪着你去 胡起把灯关掉 聊了几句 便进入梦乡 我听着胡起的汗声 脑子里思绪万千 这根本就睡不着 大概几个小时之后 天空终于亮起来 我迫不及待地叫醒胡起 俩人一块来到乱丧岗 那 我就是在这个坟前边 捡着你的 我看了一眼 面前破败的墓碑 随即围着荒凉的坟头 仔细地查看 突然 我眼神一定弯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摸着脚下的泥土 哎 怎么了 胡起问道 这 这地方的土 是暗紫色 应该是血迹 那亡灵 就是在这儿死的 随即 我拿起从胡起那儿 要来的铁球 直接对着眼前的荒坟 就挖起来 胡起在一旁 皱了皱眉毛 哎呦 你 你这样挖坟掘墓 这不太好吧 哎呀 现在顾不上了 宋远山媳妇的尸体 一定就在这个坟底下 这时 我仿佛福尔摩斯附体 在一瞬间 似乎想明白所有的问题 而且 只要我找到亡灵的尸体 就能证明我所有的猜想 就这样 我挖了整整有两个多小时 怎 怎么可能 我望着眼前被我挖出来的深坑 不住地颤抖起来 面前这深坑里 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棺材 里边摆着一块块的白骨 看上去至少死了好几年了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 胡起此刻走上前 摇了摇头说道 这看来 你这猜错了 是啊 我这时猜错了 荒坟里根本就没有亡灵的尸体 而我这脑海中就有一个想法 这亡灵究竟去哪了 对了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松眼山回家 我突然问道 人没见着 可是大约见到松眼山半小时后 我听见狗叫来着 要按照时间估算的话 恐怕也就是走到这附近 哦 对了 这时胡起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 哦 今儿早上我熏山的时候 我就发现回村的山路上 有点血迹 但不是很多 我还以为是黄狗又抓了兔子吃的 那 那就是了 我眼睛一亮 鼓起这话宛如救命稻草 一下让我冷静下来 如果说这里没有 那么松远山杀了亡灵 就一定会带回到村子里 那么亡灵的尸体会在哪 我又陷入沉思 村口 今天是分外的热闹 我看着迎面而来的送手艺送葬的队伍 不由得一阵恍惚 胡起并没跟着我回村 而且他还在临别之际 嘱咐我最好不要在其他的村民前提起他的名字 免得让他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我这很感谢他 自然也就答应了他 等一下 我挡在队伍面前 语气坚定地说道 这人群最前面的松远山一见到我 是以偿的激动 你还敢回来 你这个凶手 他一边说着 就想冲上来打我 被几个人死死地拦住 我确实带回来 即便这很多事都说不清楚 可我必须得证明我的清白 就在这时 两个警察也从后边急匆匆地跑过来 你就是陆华 你昨天去哪了 为首的一个警察问道 我看了一眼松眼山 我 我本来是想离开这个村子 可是在中途 我被亡灵的鬼魂挡了回来 是什么 警察闻言一愣 宋远山则是瞬间地面如死灰 哦 你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可是确实如此 我在乱葬岗 被亡灵的鬼魂缠住了 他那双眼被扔弯掉了 头颅都砍下来了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 想让我替他报仇 这警察毕竟是刑侦老手 一听我的话 就觉得我这还有什么隐情想说 陆华 你现在是嫌疑人 你知道什么 最好一无一时地说清楚 我点点头 啊 我被亡灵的鬼魂吓晕了 醒过来之后就发现 这乱葬岗 有晒干的血迹 我以为那是亡灵被杀的地方 可是我没找到他的尸体 索性 我在回村的路上 也看到血迹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亡灵的尸体 一定已经回到村子了 两个警察互相看了一眼 你有什么证据啊 证据我没有 但是只要找到亡灵的尸体 那么就可以通过科学检验 直接找到凶手的指纹 对吧 那你知道亡灵的尸体在哪吗 我转头看了下宋远山 目光移到他身后的棺材上 死人就在死人该在的地方 这警察猛的眼神一亮 瞬间明白我说话的意思 一旁的宋远山 见我们都看着 宋手艺的棺材 顿时慌了起来 你 你们要干什么 宋远山大叫 守在棺材前 这警察也犯了难 这毕竟是在农村呀 开棺这种大事 要是宋远山真的不同意 一旦打开棺材 没有亡灵的尸体 那么接下来的事 就会很难处理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猛烈的狂风 突然平地而起 这股风大到我终身罕见 直接吹得在场的人站立不稳 随后 竟然一下子把棺材给掀翻在地 谁只听咣当一声 棺材翻倒在地 砸在一旁的石头上 等大风吹完了 人们看向棺材 底部的木板 竟然裂开了一条缝隙 露出一个女人的衣服 这下警察也没了顾虑了 为首的警察一把 按住宋远山 随后将现场控制住 一旁的宋远山 面如死灰 突然他就好像受到巨大的刺激 呼的一声怒吼 竟然一下子挣脱警察控制 然后就在一旁 抄起了一把铁球 朝着我就打过来 我杀了你 你和那队肩负淫妇都该死 这宋远山壮弱癫狂 可是下一秒就被警察一下踢中后背 整个人猛地摔倒在地上 宋远山双目泛红 对着我握口大骂 小兔崽子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吕云才那个王八蛋 串通亡灵害我全家 可惜昨儿晚上老子没找着你 不然我呼呼拔了你的皮 你也别得意 老子就是死 做鬼也不放过你 我微微地叹了口气 心里而不觉的一阵后怕 昨天晚上 这如果不是半夜遇到鬼 只怕早就被宋远山给大些八块了 我神情复杂地看着宋远山被警察押走 宋守义的葬礼 也被迫叫停 我那自然也不能离开村子了 只能暂时住在李儿婶家里 第二天 县里的验尸报告和宋远山的证词传到村子里 经过检验 包括宋守义在内的宋家几个人 全部是中毒死亡 那毒药 一人在李云才的家里找到 证实李云才和王灵 这两个人是谋财害命 而宋远山也招供了 只不过有些匪夷所思 话说 昨儿晚上他睡着之急 这模模糊糊的就听到死去的父亲在叫他 从家里出来 宋远山就看到一个人影跑向李云才的家 他以为是王灵 就跟了上来 然后宋远山就撞到李云才和王灵之间的争吵 得知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 受怒之下 他就直接虐杀李云才 然后追上王灵 在这乱葬岗切下他的脑袋 并将尸体放在棺材里 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灵埋进土中 再把所有的事都嫁祸给我 从此逍遥法外 李二叔跟我述说着所有的事情 也不觉得有些唏嘘 这饭桌上一边说着 一边喝着酒 李二叔与宋家的关系一直都不错 可没成想正是因为王灵的贪念 最终这人精兴旺的宋家 就剩下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儿子了 我陪着李叔干了一杯 也有一点醉意 二叔啊 你觉得那李云才的招魂是真的吗 李二叔摇了摇头 要让我说呀 那我肯定认为是假的 可是我确实看到很多科学难以解释的东西啊 比如那股狂风 还有那斜脚印之类的 我猜你说的那些啊 就是一些障眼法 毕竟李云才招了这么多年的魂了 也没人看到半个鬼魂的影子 我这不由的语色 李二叔说的没错 宋家的招魂仪式 与鬼魂交流的人 从头到尾就是李云才自己 我们之所以坚信有鬼 那都是通过李云才搞出来的 各种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来猜测的 那也许就是假的吧 我不由得一阵苦笑 像自己这人受过高等教育的 怎么会被这些障眼法给骗到 李二叔看我有些低沉 安慰我 也不用这么垂头丧气的 别说是你了 现在这社会上有钱有势的 还不是也经常被这些障眼法给骗了吗 说到这儿 李二叔画风一转 要是将来你有机会可以走遍全国 把李云才这种骗人的障眼法整理出一本书来 你好让我们看看那其他地方 是不是也有李云才这种人 或者说有招魂这样的事 要有机会 我一定 我这一口答应下来 将杯中酒一言而尽 李二叔几杯酒下肚 似乎变得有些多愁善感 就开始追忆往昔 这还是你们城里人好啊 我还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当寻山员 没少跟你们这些城里的读书人打交道 说到这儿 李二叔的眼神有些迷离 自言自语 哎呦 寻山员 这真是久远的称呼了 这哪里久远了 村子里现在不就有寻山员吗 呵呵 有啥呀 那九几年就扯消了 怎么没有啊 我还认识一个呢 就在山澳里 一个叫 胡起的寻山员 说到这儿 我一阵醉意上游 一下子扑倒在桌子上 这迷迷糊糊之间 我就好像听到李二叔大着舌头 问李二婶 老婆子 你知道山澳那边有个叫胡起的吗 整整一夜 我睡得很是安稳 这是几天来 我睡得最踏实的觉 第二天 我早早地辞谢李二叔和李二婶 背上东西 顺着山路往镇子上走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 乱葬岗就遥遥地出现在我的目光中 这次一走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那胡起大爷毕竟是我的救命安人 我去跟他说两句吧 我心念几次 就朝着乱葬岗一侧的山澳子走去 大约走了三十多分钟 我就开始疑惑 这之前按照这条山路 走上十几分钟 就能看到胡起的木屋 这怎么现在走了这么久了 还没看见木屋的影子 难道这是我走错了 我疑惑地看看四周 可是从山澳到这里 就是一条路啊 我昨天虽然魂不守舍的 可是也不至于把这路给记错了 突然我眼神一变 目光落在离我不足十米的一棵大松树上 我清晰地记得 这胡起的木屋旁边就有一棵一模一样的松树 突然我这心里就无端地涌现出一丝寒意 我几步跑到松树下 到了进前 整个人瞬间正在原地 这松树根部的位置 蝇虫环绕 赫然有一条已经烂掉的黄狗 与此同时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李二婶回复李二叔的话 嗨 山澳子 那之前不也是个乱葬缸吗 除了死人和野狗 还能有什么